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的佛法 如果这一愿不能实施的话 对现的话就不成佛 这也是法藏菩萨很慈悲 知道一些菩萨最重要的 是要文妙法 这个妙法就是大圣原教的佛法 文法对一个修行人的重要性 就好像空气和阳光一样 法是出生一些族佛之母 那一个菩萨成佛之后 他是无上士 没有比他更有智慧的 他都要拜师 就是以法回师 但一个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文法有时候不容易 释迦摩尼佛讲他因地当中 他为了半计就要舍身了 说他有一世在无佛的时代 佛已经灭度了 佛灭度之后 一般的佛法里面的菩萨们修行 就在外道修行 虽然在外道修行 仍然他有这个佛法的种性 内心还是很渴望闻到大圣的佛法 当时有一个地识 就得要考验一下他 是不是真的是想闻佛法 所以就变化了一个很凶恶的罗刹过来 这位仙人在雪山修行 这个罗刹就在他不远的地方 说了一个记者 足形无常是生灭法 这个仙人一听 马上内心震撼 也许他就有这个善根了 似曾相识 这是佛法 所以珍看这个圣经从哪来 看到半天才发现一个很长相 非常凶恶的罗刹 他就怀疑能讲出这个佛法的人 应该是长相端正的人 这么凶恶的罗刹他能讲出佛法 但是一看没有其他的发出声音的众生 那只有他 所以就向这位罗刹顶礼 你这么无上的法位 我听得很欢喜 我希望你能够把下面的那个半记给我宣说出来 这个罗刹知道这个记者的价值了 他就谈条件了 我现在很饿了 也说不出来了 现在我都要吃东西 这个仙人就说 无论是什么我都给你搞来 他说我要吃的是 人的热肉和人的热血 这一说这些人一看 到其他地方找不到 那只有自己献身了 他就跟罗刹说 好 我可以提供给你 但你必须要先跟我说 这个罗刹说 如果我跟你说 你不贡献给我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仙人就说 你只要跟我说了 我一定满你的愿 这是可以释放一切诸佛菩萨作证 这个所有的天生父法作证 那就是说得很阴重 这个罗刹就 好 我相信你一次 就跟他把下面两句说出来 生灭 灭已 极灭为乐 这位仙人一听就是大震撼了 得到大的法医 他就觉得无量节以来为无所谓的东西献身 都浪贫了很多生命 现在为这一个忌子献身太值得了 他就很欢喜思维了这个忌子的圣身的法意 然后就说给他点时间把这个忌子写在这个石头上 磕在树木上 到处写满 要传给后人 做完这个他就爬到树上 就准备跳下来 那真的就是兑现他的罗年 就在跳下来的时候 这个罗刹 他是第四天变的嘛 就知道这个仙人还是真的是求法了 就在半空把他拖住了 不让他死亡了 所以看来这个为了半解来献身 那是这个例子很多 那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 多少真心半道的人 也为了求法 踏遍千山万水 你看那个一梦漫年 建阅律师 他是从云南行脚 求法 行成两万多里 非常辛劳 他也曾来过东宁寺 他来东宁寺 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记载 那东宁寺很破败 不像一个主庭的样子 神韵殿是布满了灰尘 和蜘蛛网 明末的时候 那说明东宁寺很破败 很萧条 所以这个建阅律师 还要带了两个同行的 同餐道友 就开始把大殿里面的灰尘 清扫干净 把蜘蛛网全都弄好 准备念一个晚上的佛号 来面怀下古莲社的这种圣德 等他们三个人刚一坐下来 东宁寺一个当家师就进来了 说你们没有经过允许 怎么到这来了 就要赶他们出去 赶他们出去 他们没办法 那就准备在山门口 坐下来 这个念念佛 这个当家师连山门口都不让他们坐 一定要让他们离开 故意泼水在那里 就让他坐不了 所以这个建阅律师 在这里受到这样的待遇 说我们不要生诚恨心 这肯定我们上辈子 曾经对他不好过 说凡在想 他还能保持正念 当时他就要去找极光律师 要求戒 也要请法 结果 从云南 经过横着到了南京 南京又说他到五台山了 又辗转的 又到五台山 好不容易找到 三位律师传戒的地方 他就一挂好单 就准备去拜见 请法 谁知道不那么容易啊 极光律师他下面有两个类似于把门的 你看说没有相近 是不能见律师 就是要红包了 那这个建阅律师他是很贫寒 身上没有钱 所以就由于没有红包 就见不到三位律师 你看 所以他当时就发了一个愿了 如果我以后做善知识的时候 不能让我看门的人有这么一个行为啊 还幸好他同伴想了个办法 说我们明天等那个用早栽的时候 我们不去过栽 这两个他的下面人 他就过栽的时候 这里就不是没有人吗 我们就直接进去 这也是个办法 第二天他们就忍着饥饿 不过栽 等那个两个人走了 他就自己敲门进去了 去顶礼三位律师 三位律师问他从哪来 他说从云南来 来这里干什么 他又不敢说是求戒 因为有没有戒会啊 他只能说我在这里拜文书 这个三位律师说 文书就在你心里还到处拜干嘛呀 就类似于这个现前指点开示了 这样就他就在顶礼回来 不容易啊 你看见阅律师这个行脚啊 真的是看着会掉眼泪 那时代又到了这个末法之后啊 这现在到哪里去找善知识啊 到哪里去闻正法呀 越来越难了 所以我们得到这一院 我们才想到能够闻 闻法的最好的地方是极乐世界啊 那个闻法呢很自在啊 极乐世界第一 能讲法的不仅是阿弥陀佛 观言世智 这些足上善人都能讲圣神的佛法 不仅是正报的这些佛菩萨能讲 这个一报也能讲法 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八功德水 它这水和水的波及的声音 就能讲这些说法 那个风吹树叶的声音 就能讲这些说法 虚空的乐器 就能讲这些说法 乃至于从祈宝石摩尼珠的光明当中 显现的百宝 圣鸟 这些孔雀鹦鹉 加连瓶鞋共鸣之鸟 都能讲这些说法 这个情依无情都能讲这些说法 这就很自在了 这也是阿弥陀佛发愿很细致 有的往生者 他可能就希望自在一点文法 如果是佛在面前讲法 他要做得很端正 这个不敢的 如果在鸟 一只鸟在面前说法 他可能姿态稍微自由一点 他也觉得自在一点 如果无情的这些来说法 他可能就更自在一点 他可能在坚形状态当中 他就能够文法 而且是自然得文 自然得文就是法尔自然的 你想文 马上这个音声就出来 那在他方世界 你不是自然就能文的 你要请法 请过来以后 还得要有隆重的仪式 还有道程序 因为这个程序是表明恭敬心的 在他方世界是这样做的 但极乐世界你就是没有这套仪轨 你只要想听 马上声音出来 而且你不想听 就极耳无声 他很自在 如果说极乐世界是到处都讲经说法 都是音声 如果不想听的时候 这个声音还在这个耳边 他也不舒服 不自在 那种人都应该有个主动性 主动选择的自由就好 如果背听法 他也是难受 所以这个自然得文 想文你就能文 而且文的这个佛法很对积 障通别源 三十七道品 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佛法都能说 英文法很对积 那就是能够对峙烦恼 能够开发智慧 能够增上正骨的这个速度 引发自信的如来保障 那这个这些无情说法 或者阿弥陀佛变化各种了在讲经说法 也所以阿弥陀佛施舍 这个讲法的四七谈利益 那为什么会变化这些鸟呢 是由于在他方世界的众生还有习气 他喜欢这些鸟 众生喜欢溜鸟啊 喜欢这些孔缺 鹦鹉 嘉宁平洁 共鸣之鸟 就随从你的喜欢 变化这些鸟 这叫世界喜谈 随时你的喜欢 变化你喜欢的东西 那你生欢喜意 等你欢喜了 这个鸟在说法 又能产生为人喜谈 为人喜谈是生起善 这个鸟在讲种种法 能念往生者生起念佛念法念生的善心 他就是这叫为人喜谈 生善意 同时在看到这个鸟啊 鸟都能说法 对质分别心 一般的人认为我比鸟要高级 现在发现鸟呢 比自己还高明 他都能讲种种自己不知道的话 这样就对质分别下裂心 这就是叫对质西谈 然后进一步的思维 这个鸟能讲进说法 这个鸟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 所以鸟 阿弥陀佛和自己平等不二 这就是第一异地 如礼仪 正如到正如法性的礼仪 阿弥陀佛施舍这些讲经说法的手段 一一具足着世西谈的礼仪 所以那都是大善之实 那都能让我们得到圣身的法律 这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快速成佛的一个重要的真上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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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